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抓举理论当中的我们的预备知识 那么预备知识分为以下几点一 占举二卧举三腰背四宽五四线六同位 好那我们先说占举 那么占举通常是与肩同宽或者与宽同宽就OK 那么其实还有什么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我的怀很硬我的宽很硬 可以根据OK我们前面说的与肩同宽与宽同宽的情况下 去做一些V8的调整 或者说去做一些占宽的调整 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说关节很硬的情况下 OK蹲下去屁股老师背老师收不紧 腰总是收不紧的情况下 收不进去的情况下 OK就可以做一些微调 微8一些或者站宽一些 它的整个架子可能就进去了 这是就是说遇到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 所以说要做一些相应的小调整 好第二点我们说的是卧举 好抓举的卧举通常呢 会是比较宽的不像挺举 好抓举的卧举首先我们可以尝试拿一个木棍起来举过头顶 通常在一拳半到两拳之间一拳半到两拳之间或者说也可以拿个木棍 哎当腿抬起来两手伸直哎其实这就差不多是我们的一个抓举的卧举那么抓举的卧举可以自己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是什么呢 一可以试着卧框或者卧窄 那么卧窄的话你看大家看卧窄的话 它的支撑面支撑高度会更高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还有再一个就是你发力点可能会更低一些些 好这次有有优势有劣势 那么卧宽一些些的话 看快到头了 这种情况呢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我们手腕跟走步的承受能力会更强一些 这种情况呢就怕大重量的时候容易受伤 除非说你把咱们的擅置能力练得足够的强大 好第三点我们说到腰背 腰背腰背其实是举重当中最最最重要的 也要注意的地方 什么呢 腰背好比打比方是一个杠杆 腰背是个杠杆 我们在零的情况下 这个杠杆一定一定要收紧 一定一定要硬的 举重训练 无论是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 训练辅助项目当中 都必须要做到腰背收紧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同样在我们的预备姿势当中 腰背一定是始终要收紧的 这是不能忘记的 一定要记住的 这是一个杠杆 我们带零的情况下 这杠杆肯定是要硬的 不然的话 因为我们还要二次发力 如果杠杆腰背都松的话 会造成后面的 诸多的一些不好的动作出来 比如说我们带了过气以后 腰背就松了 看腰背松的情况下 我们变成重量变成我们的肩臂在带了 它发力的时候 手拿的就多了 还有其他一些 好比说腰背要松的情况下 也容易提前提早的发力 去摆动它 就达不到伸展到极致的 这么去发力了 所以说腰背特别的关键 一定要注意 把腰背这一点给注意好 那么第四点 我们说到框 框布呢 这一点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框布这一点 如果说没有找到这个预备式感觉的话 可以拿一个短的这个 迷你弹力带 可以尝试着先去做一个激活 我们换在脚单底下 单腿抬 单腿抬 抬到单边很双胀为止 快坐不起来为止 然后换边再去抬 同样也是做到快抬不起来为止 OK 这下 我们拿掉 然后再去做预备姿势的时候 你会感觉 这有两个点 双胀的点 顶在那里 那么这个同时就搭上我们的腰背 这个杠杆原理 这个支点顶紧了 腰背再收紧了 OK 我们带领就会很稳 到发力的时候 才会很猛速度跟力量才会体现的出来 所以宽这一点是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 这第五点我们说到视线 视线呢 通常有很多 很多人角度不同 因为现在很多喜好者没有 专业的教练来指导 所以说有的往下 有的往前 有的往上 OK 今天给大家建议的是什么呢 好 不打个比方 我先做一个视线 向下的 向前的 下巴微抬着 它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 如果说始终 预备之时 始终 眼睛朝下看 视线朝下看 那么很容易就被 会被 被杠铃带着 往前走 好 那么通常呢 一定要注意大家 都是 正视前方 至少要正视前方 这样 要被 才能收得更 才能更好的带铃 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是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下巴 微抬鞋 下巴 大家注意 微抬鞋 视线向鞋上方 微抬鞋 这种情况呢 背会收得更紧一些 背会收得更紧一些 那么带你 发力的时候 它会又会更极致一些些 当然这是要去适应 要去习惯 因为下巴微抬鞋的时候 发力完了 总感觉 我支撑会很害怕 这是一个习惯 要去适应它 最后说一个 我们的臀位 那么臀位其实 预备之事 所以要注意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其实我把尖跟杠铃的垂直面 做好就OK了 其实垂直 甚至偏前一点点 都OK 那如果说太过往后 尖跟杠铃的垂直 太过往后 或者太过往前 其实你的臀位 就已经不对了 所以说其实就是 跟杠铃垂直面 你的屁股的臀位 OK 就完美了 好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就这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